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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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父禮的拣选 跟大家彼此來造就 這是神 對耶利弥的安排 也是對眾聖徒的安排 也是今天我們每一個 已經信主的弟兄姊妹的安排 我們來看一下耶利米蘇第一章 第五節 請翻開聖經 耶利米蘇 第一章 第五節 在舊約聖經 881頁 881頁 第一章第五節 我未將你造在腹中 我已曉得你 你餵出母胎 我已分別你為聖 我已派你做列國的先知 這是神對耶利米所說的話 耶利米 他是生長在一個祭司的家庭 在第一節 在第一節有說 是遍亞敏帝 雅拿圖城 祭司中 希勒家的兒子 所以耶利米他是 從小出生在祭司的家庭 我們知道祭司是世襲的 也就是說父傳子 子傳孫 一直傳下來 所以 對年輕的耶利米來講 他的生涯規劃 不用自己規劃 因為制度 早就規劃好了 因為他是生長在祭司的家庭 他的前輩們 他的父親都是當祭司的 所以到了將近大概現在 大概是二十歲 他準備要被培訓 來接祭司職份的時候 神卻對他說話 神怎麼跟他說話呢 就是剛剛我們所讀的第五節 說我未將你造在腹中 我已曉得你 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別你為聖 我已經派你做列國的先知 可見在這時候 神是要耶利米呢 不做祭司了 那麼改做先知 這是對耶利米來講 非常的突兀 一個年輕人 早就計畫好了 知道將來要走什麼路 生涯規劃已經很清楚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 神卻對他說 你不當祭司 你要改當先知 先知跟祭司都是神的仆人 但是職份有所不同 工作內容也有所不同 祭司是制度的運作 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神就吩咐以色列人 要藉著祭司的侍奉 來達到成為神國的子民 所以神吩咐摩西要造會幕 要選立祭司 就是從立位支派 亞倫的後裔來選祭司 祭司就是專職的 分別為聖的在會幕或是聖殿 來為神工作 祭司的工作很清楚 就是為人獻祭 而且要講律法 教導百姓 所以從舊約我們看到很多 祭司條例的記載 對耶利米來講 他從小看到長輩們在當祭司 耳濡目染 他心中也有一定的一種圖像 一種規劃 我就是要當祭司的人 可是沒想到 我們常常說計畫趕不上變化 神卻在這個時候向他說話 說耶利米啊 你要當列國的先知 而且用三個完成式 第一個 你未被造在腹中 我已曉得你 神早已曉得他 第二個已經叫做 我已分別你回聖 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別你回聖 我已派你做列國的先知 這三個已經 一下子 讓耶利米得到這樣的信息 我們相信他心中一定是百感交集 為什麼突然會這樣呢 這樣的轉變實在是太突兀了 有感覺到措手不及 所以難怪他會先對神說 主啊 主啊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我是年幼的 但是神對他說 你不要說你是年幼的 我派你去哪裡 你都要去 我要你 吩咐你說什麼話 你都要說 所以這個事情已成定局 不能夠再找任何的理由來拒絕 來推辭 這就是耶利米被神拣選為當祭司的 而且是在母親肚子裡面 神就已經命定他要當先知 甚至在他還沒有成形之前 他還沒有有這個耶利米這個人 媽媽還沒有懷他的時候 神就已經曉得他了 這個曉得呢 就是認識 神早就認識這個耶利米 這個事情對我們來講覺得很奇妙 還沒有這一個人 神說我早就認識你 我們知道我們都是神所創造的 時候滿足了 藉著父母的結合 懷孕來生我們 但是呢 我們在被造之先 神其實早就預定拣選了 從耶利米的身上 身上我們可以看出 因為神已經很清楚地告訴他 我未將你造在腹中 我已曉得你 那麼這一個曉得 當然剛剛提到的就是認識 而且你未出母胎 我已經分別你為聖 分別為聖這一句話 我們大家都很熟 我們信主人就是分別為聖 就像當初神拣選以色列百姓 是不在列在萬民當中 是獨居的民 所以以色列要分別為聖 歸屬神 這個是很明確的一個信息 我們可以來看出埃及記的 第十三章 出埃及記十三章第二節 古埃及記十三章第二節 旧約聖經八十四頁 十三章第二節 以色列中凡投生的 無論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 要分別為聖歸我 這裡是神向以色列百姓 吩咐的話 說以色列人的長子 包括投胎的牲畜都是屬神的 要分別為聖來歸我 為什麼神特別要長子和投胎的牲畜呢 我們知道以色列百姓在埃及 法老出爾反爾 十次不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所以神也十次降下災禍 最後的一個災禍就是致命的 是擊殺埃及的長子和投胎的牲畜 導致於埃及遍地都死了長子和投胎的牲畜 我們知道埃及遍地有大聲的悲哀的聲音 但是反觀以色列的家庭 因為有一月節羔羊流血做記號 所以以色列家庭都蒙保守 不只是長子和投胎的牲畜 以色列的全家都過紅海 出埃及過紅海 聖經描述 不留下一腳一體 全部出埃及 所以以色列百姓他們對神特別的感恩 那麼神就吩咐 既然是這樣 那以色列的長子都要歸我 牲畜也要歸我 後來神就拣選了立位之敗 來取代以色列的長子 這個原有就是這樣 所以神對葉利明說 你要分別歸我 而且是在你還在母親肚子裡 我就把你命定你要分別為聖歸我了 分別為聖歸神就是要為神所用 神叫他做什麼就做什麼 依我們現在來講就是 獻上活祭 將身體獻上 你的一生當中都是屬神的 是任神來猜拳 任神使用 葉利明就是要走這條路 他本來是要當祭司的 現在不當祭司的 現在要當先知的 我們知道先知又叫做先見 神在歷代為了傳達他的信息 會興起不同的先知 當時候是猶大晚年 約西亞當王的時候 約西亞可以說是猶大國 最後的一個好王 他在為期間曾經做了宗教改革 可惜沒有徹底 但是至少比其他的壞王好太多了 那時候已經是猶大晚年 大概祖前六百二十幾年的時候 我們知道猶大國是在祖前五百八十六年 被巴比倫帝國毀滅 所以就在這個時候 猶大要毀滅的前大概四十年 神就興起了耶利米先知去傳警告 奉神的差派去傳警告 這是一個很艱辛的任務 因為他要做的是什麼 要去向君王祭司 跟以色列百姓來傳達 有災難要來的警告 對耶利米來講 這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是半黑臉的 真的是不容易 難怪耶利米他一開始 他沒辦法承擔 但是神已經命定了 你就是屬我的 我已經派你當先知 而且是用完成式 這個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所以從這裡讓我們知道 神簡選耶利米不是偶然的 也不是即興曲 我們說世界有名的音樂家 他們有時候作曲 填詞 他們不是計畫性的 有時候他們看到一個東西 突然有了靈感 心血來潮 性之所至 他們就趕快趁著有靈感的時候 把這一首歌曲把它寫下來 我們叫做即興曲 是臨時起義的 不是有計畫性的 但是我們神啊 他造我們 他簡選我們 不是即興曲 不是看到我們說 哎呀你們這些人類太可 太可憐了 活在罪惡當中 哎我怎麼沒有想到啊 好啦我現在想想一個辦法 好啦那就派耶穌來救你們好了啦 誰叫你們是神的兒子 我臨時起義 派耶穌來替你們死 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都知道 救恩是神早在萬古之先 在還沒有萬物 還沒有我們人類之前 神就定下這樣的計畫 我們常常說神預知 所以預定 神預知人會犯罪 所以就預定了耶穌基督 來替我們受死 從死裡復活 來完成救贖 所以神的救贖 神的簡選不是偶然 是早就計畫好了 而且一個人能夠被神 預定要簡選 那麼神就會在他的生命當中 來鋪陳 在生命當中 一路一路的帶領他 在還沒有出母胎之前 神其實就保守住了 我們看一下詩篇的139篇 詩篇139篇13節 139篇13節 舊約761頁13節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你已復辟我 我要稱謝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為奇妙 這是我心生之道的 做事的人在讚美神 感謝神 他說我的肺腹是神造的 而且我在母腹中 你已復辟我 這裡提到了 我們的肺腑是神造的 神造我們只有肺腑嗎 只有我們的內臟嗎 不是 聖經常常用肺腑來代表心腸 肺腑心腸 就是代表我們整個生命 我們的生命是神造的 包括肉體包括靈魂 而且在我們成形的 在母親肚子裡的時候 還沒有出母胎 我們的神已經復辟我們了 一個胎兒 能夠被懷孕 在母親肚子裡 大概一般十個月吧 逐月的時候 到了要分娩生產的時候 那還是要經過一番的奮鬥 古時候我們的醫學比較不發達 因為懷孕的婦人 要生小孩 就好像在搏命一樣 所以我們台灣話 有一句話說什麼 生贏就燒酒香 如果生輸呢 那就死得香 真的是這樣 我過去有一段日子 我們台灣米酒比較缺乏 所以很多人 就去公賣局去排隊 因為家裡有孕婦 預定要什麼時候生產 就趕快去買米酒 所以米酒都是限量供應 一個人一天好像只能買兩瓶 所以常常要有家人去排 為什麼 因為要坐月子 這個台灣人也很重視坐月子 產戶可能一天都要一支 這個小酒雞是不是 這個我們在座有許多媽媽 比我們清楚 所以呢 能夠順利生下來 這個真的是可喜可賀的事情 家裡有一個嬰兒出生 這是一件大事 但是如果沒有成功的話 像以前很多難產的事情 不是母親難產而死 就是胎兒這個夭折 不是母親就是兒子 真的是兩難 有時候為了保母親 只好割捨兒子 有的時候為了得到兒子 只好犧牲母親 真的是很可憐 所以呢 能夠生產 這是一件神的恩典 難怪這做事的人說 我在母父當中 神就復辟我了 我們有成型 我們也是神預定要拣選的人 所以他就讓我們自然的 很能夠順利的生產 這個叫做復辟啊 復辟就很清楚啊 就是好像用一件棉被 幫我們蓋著 又保佑我們復辟嘛 這看起來好像沒有很特別啊 可是呢你如果仔細查考原文 這個復辟呢 其實在其他的地方呢 他有描述 就如同啊 這個 約櫃上面施恩座 施恩座呢上面呢 有兩個展開翅膀的這個基路坡 用翅膀來遮掩施恩座 我們看一下初埃及記的二十五章 初埃及記二十五章二十節 二十五章二十節 舊約聖經九十九頁 初埃及記二十五章二十節 二基路坡要高張翅膀遮掩施恩座 基路坡要臉對臉朝著施恩座 這裡提到了神吩咐摩西造約櫃 約櫃就是神臨在的地方 所以約櫃上面有一個施恩座 施恩座代表神將恩典臨到以色列 那麼施恩座呢 卻有兩個基路坡 就是天使 天使基路坡展開翅膀 他們的翅膀展開了 把施恩座呢 把他們遮掩住了 保護了保護著施恩座 這個遮掩就是剛剛的復辟同一個字 所以你可以想像 當我們在母親肚子裡的時候 我們的神就好像派天使 把我們保護了 保護得非常的穩妥 到了十個月懷胎 就能夠順利的生產 神就是這樣的來保護我們 來為我們復辟 那麼當我們出母胎以後呢 神就不管了嗎 沒有 出母胎以後呢 神進一步有祂的動作 我們看一下詩篇的七十一篇 詩篇七十一篇的第六節 七十一篇第六節 七百零八頁 第六節 我從出母胎被你扶持 使我出母父的是你 我必常常讚美你 這裡作詩的人說 我們自從出母胎以後 就被神扶持了 神扶持我們 我們去想像一個嬰兒 剛出生 台灣會說七十八八 高發跡 七個月就會坐了 八個月就會爬醒了 那麼九個月呢 牙齒就蹦出來了 七十八八高發跡 那麼到了大概一般都到個多少 大概逐歲的時候呢 就開始會走路了 我們看一般嬰兒大概平均都這樣 大概周歲有的比較健壯的 可能十個月就會走路了 那麼再慢大概一歲多也會走路了 那我們說一個嬰兒他走路 他一開始就走路嗎 昨天晚上還在爬 今天一大早起來就跳起來 就見步如飛了嗎 沒有啊 我們嬰兒在學走路都是循序漸進的 一開始呢他會站起來 大家就給他鼓勵啊 哎呀好棒啊你會站的 來來來你試著走過來走過來 向媽媽這裡走過來 他一開始還猶豫啊 一兩步慢慢走 有時候還要扶牆壁扶椅子 那麼快要跌倒了大人趕快把他拉他一把 有時候大人不在呢 他自己要跌個幾次 過了一段時間 他真的會走路了 他要經過學習了 所以這裡提到說 我們出母父 神就扶持我們 神有扶持我們嗎 當然啦 神是藉著父母來扶持我們 扶持就是一種養育嘛 一種拉拔嘛 那麼神怎麼扶持我們 父母扶持我們 我們是看得到了肉體啊 但是呢 神如何扶持我們 我們看不到啊 看不到不見得不存在 神在屬靈裡面扶持我們 我們出母胎他就扶持我們 那這個扶持齁 在屬靈裡面喔 叫做按手啦 按手啦 按手啦 我們看一下 民宿記的27章 民宿記27章18節 旧約201頁 27章18節 約和法對摩西說 那你的兒子 是心中有聖靈的 你將他領來 按手在他頭上 我們再看23節 按手在他頭上 祖父他是 照耶和法界摩西 所說的話 這裡提到了 當摩西年老的時候 神叫他要把棒子交給 約書雅 所以神吩咐 你要交棒給約書雅 那麼交棒的動作是什麼 按手 是藉著在眾人的面前 給他尊榮 然後呢 在眾人的面前做見證 按手在他頭上 將這個領導者的職份 把他授予這一個約書雅 這個按手 按手跟剛剛講的那個扶持呢 同一個字 所以如果我們把按手拿到 剛剛詩篇71篇那邊來看 當我們出母胎 神就按手 我們看不到 但是鼠林裡面 神就給我們準備要拆派我們 我們說教會裡面 按照聖經 我們再按 再選擇聖聖子人員要按立他 不管是長老 直樹或是傳道 我們都要按立你 通常都是在聯恩會 我們要按立長老 按立指示 神學生畢業了 畢業典禮就會被傳道人 按立為傳道 這是在神的面前 聖靈的權品 按立他成為 教會的聖子人員 這有一個按立的過程 這個是一個明顯的儀式 鼠林裡面有聖靈的運行 將該得的職分給他 同時間也將該得的恩賜給他 所以保羅在免利年輕的提摩泰說什麼 你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 這個恩賜是當初 藉著重長老按手 再給你的 你要將這一個恩賜 再如火眺望起來 可見 按手 就是將該得的職分 加恩賜 來受與被按手的那一個人 那麼這裡我們還在 剛出母胎的時候 我們的神就扶持我們 我們的神就在鼠林裡面給我們按手 讓我們能夠從小接受宗教教育 我們知道一般小孩子 一出生到了董事的時候 叫父母就把他帶到教會 當然嬰兒時代就抱到教會 但是有意識有思考的時候 讓他去受教育 以前叫幼稚班 現在叫幼兒班 不斷地接受宗教教育 這樣長大 像真言那裡所說的 要教養孩童 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也不偏離 所以你看我們很多 祖內成長的小孩子 都是在祖女這樣被扶持 這樣一路一路走上來 讓他們從小就學習敬畏神 來遵守神的道理誡命 而且立志為主所用 要成為神重用的工人 神重用的器皿 從小就是這樣的培育上來 所以在以賽亞書的44章那裡 第二節 那裡更有一種相同的一種描述 我們看以賽亞書44章 第二節 以賽亞書44章第二節 八百五十五月 造作你又從你出胎造就你 並要幫助你的耶和華 如此說 我的仆人雅各 我所拣选的耶穌人 不要害怕 這裡提到我們的神 是從我們出母胎以後 就造就我們 造就我們都常常在講 道理的講論就是要造就信徒 牧羊就是要造就信徒 造就看起來就是很普通 可是這個造就你查考原文 它有那個塑造的意思 我們附近的英哥 知道陶詞很有名 那些捏陶土的那些師傅 他們可以說是手藝非常的高超 我們一般叫做巧朵天工 他們製造了很多的花器 茶壺一些藝術品 讓我們看了可以說是琳瑯滿目 賞心悅目 我們會說這些藝術家 真的很有藝術的技巧 還有他的眼光 那就是塑造 那麼這裡說 我們出母胎神就塑造我們 把我們這樣提攜 塑造成為他所重用的人 因此耶利米他就是這樣被拣选了 在出母胎之前 在母胎當中 在出母胎之後的一段時間 成長到了將近二十歲 神說你要當先知 可見耶利米被選舉 被選被拣选被命定 都是早就定好了 不是臨死的 在聖經也有很多其他的人物 我們說以撒也是啊 你如果讀創世紀的第十七章 那個時候呢 亞伯拉罕已經年老了 撒拉已經快九十歲了 按照人的角度來看 生育啊 的能力 大概已經斷絕了 可是神 拣选亞伯拉罕的時候 給他很多的福氣啊 天上的福氣地上的福氣 其中一個重要的福氣是什麼 萬國都要因為你的後裔得福啊 也就是說亞伯拉罕的後裔呢 當中會出現一個 那個後裔就是單數 會出現一位 那就是 耶穌基督啊 從加拉太書那裡 我們可以看出 所以耶穌基督是要從亞伯拉罕的後裔出生的 你讀馬太福音一章一節 你就看到耶穌的家補啊 他是寫著什麼 他說亞伯拉罕的後裔 大衛的子孫 耶穌基督的家補 可見耶穌基督是從亞伯拉罕的後裔 產生的 可是到了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大概九十九歲 撒拉八十九歲的時候 神告訴亞伯拉罕 你的太太要改名叫做撒拉 因為他要做多國之母 這句話聽到亞伯拉罕跟他太太的耳中 真的是矛盾 我這麼老了 我的太太也很老了 到現在連一個兒子都沒有生 有啦 頂多就是人意所生的以什瑪利 以什瑪利是 亞伯拉罕八十六歲的時候生的 那時候信心軟弱 接受他的太太撒拉的建議 哎呀這個妾夏甲讓你生孩子 因為神說要讓我們 後裔都如天上星海邊沙那麼多 到現在 我們一般說 我們一般說人一隻家床就沒有生出來 不知道生什麼還後裔中多 好啦那不然就夏甲給你啊 當時候都有那一種 主人啊 可以將他的悲女啊 送給丈夫來生小孩 像亞伯拉罕是這樣啊 雅各也是啊 對不對 那那個 後來這個夏甲呢 就從亞伯拉罕生了以什瑪利 所以當神再度向亞伯拉罕出現的時候 亞伯拉罕就向神建議了 神啊 我年紀已經老了 我太太也老了 我們說老傍生豬啊 那個真的是啊 奇蹟中的奇蹟啊 老傍還能生豬嗎 那不然這樣啊 這個以什瑪利啊 願以什瑪利活在你面前啊 哇 他向神建議啊 這是人意喔 人的意思喔 那麼 看起來好像很不錯喔 替神在設想喔 好像說神做不到 那我們人喔 來補充啊 那神說什麼 我們看一下 創世紀的第17章 創世紀17章19節 神說不然 你妻子撒拉要給你生一個兒子 你要給他起名叫以撒 我要與他堅定所立的約 做他後裔永遠的約 當亞伯拉罕 向神推薦以什瑪利的時候 神說不然 不是以什瑪利 以什瑪利是憑人一生的 你的太太撒拉生的才算 所以明年這個時候 你的太太要生一個兒子 叫做以撒 起名叫以撒 以撒就是喜笑的意思 真的是喜笑啊 因為老棒能夠生豬啊 那真的是值得喜笑的一件事情 神說以撒才對 所以我們說以撒是什麼 是應許之子 憑應許所生的 不是憑仁義所生的 從這裡我們看出 以撒還沒有成形 還沒有以撒 撒拉還沒有懷孕的時候 神說將來會有以撒 明年這個時候 果然撒拉生了以撒 成了承接亞伯蘭的約的繼承人 後來又傳給雅各 一直傳下去 所以從這裡讓我們看到 以撒出生也不是偶然的 也不是突兀的 也不是神的即興曲 是什麼 早就安排好了 早就鋪陳好了 時候滿足了 生出來了 再來我們常常說 雅各在創世紀25章23節開始 我們知道 以撒也是年紀很大了 還沒生小孩 他們也是向神禱告 那後來神就讓利百家懷孕了 那利百家懷的是什麼 雙胞胎 我們都知道 雙生子雙胞胎 就是以撒跟雅各 當以撒跟雅各在肚子裡面的時候 那本來以撒是長子 他先出生 那長子應該要承接這個 要有長子的這個福分 可是神卻說 將來大的要服侍小的 雙生子還在母親的肚子裡面 在那邊相爭 所以就導致這一個媽媽 真的是很痛苦 就去向神說 因為她不想活了 我們說 當媽媽的懷孕 一個胎兒在 這個母親肚子裡 如果她動來動去 踢來踢去 媽媽是很難受的 有時候我們看到孕婦那個肚子 突然有一 有一隻手或是一隻腳在那邊踢 媽媽就很痛苦 更何況是兩個胎兒在母親的肚子裡 難怪利百家說我不想活了 還好她去向神祷告 去求問神 神就告訴她 兩族在你的肚子裡 兩國要由你而生 將來大的要服侍小的 所以 神告訴利百家要把他生下來 因為你的肚子裡面 關乎著將來兩個國家兩個民主 這個神早就讓利百家知道 而且將來大的要服侍小的 也就是說神是檢選雅各 不檢選以少 保羅在羅馬書九章十一節開始 他談到了神檢選的主權 他說我要檢選誰就檢選誰 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 神沒有不公平 而且我們這些受造之物 不能夠向神抗議 不能夠向神強嘴 因為神有他檢選的主權 他就用以少跟雅各 他說以少跟雅各這雙子 在母親肚子裡面的時候 善惡還沒有做出來 但是神就說 我愛雅各 我誤以少 我要檢選的是雅各 不是檢選以少 我們會覺得說神啊 你這樣的檢選 好像不太對 雅各是鬼詐 他後來是用鬼詐欺騙的手段 得到長子的名分 人家以少雖然只為了一碗紅豆湯 把長子名分賣掉 可是畢竟他很孝順 他常常跑到山上去打野位 來孝敬父親 你為什麼不選以少 你為什麼選雅各 那神說 在肚子裡善惡還沒有分明 我就 我就已經命定要檢選雅各 神是神 難道他沒有主權嗎 他要檢選誰 難道我們受造之物有什麼權力 可以來抗議嗎 沒有 因為他有他的主權 可見神檢選人呢 是在於他的旨意不在乎人的意思 也不在乎人的行為 如果說神檢選是看我們的行為 好了50歲以前 你這個人真的是熱善好施 是一個大善人 好如果我檢選你 那你這個人江陽大盜 殺人放佛 你這個任憑你 你不要給你競選 你去死好了 神是這樣嗎 憑我們的行為來檢選嗎 不是 在母親肚子裡 甚至還沒有我們之前 神就預定要檢選了 那你說 雅各 這樣子 難道神允許嗎 我前幾天 在其他教會 在講這一篇道理的時候 我講完了 有一個年輕人 氣憤憤的跑來跟我辯論 他說傳道 照你這樣講 母婦你就檢選了 那我們都不要傳福音了 因為神早就一定檢選好了 我們都不要傳了 我們坐在教會 我們每天吃喝吃香的喝辣的 木道者自己就走進來 是這樣嗎 這個叫做 你是叫做放馬後炮 我們說預定論 我們會講預定論 都是事後諸葛 是因為我們 我們看到這些人在會堂了 我們就知道 感謝主 我們都是預定被檢選 你能說 你十個月前 你能說我們這個教會 我們南新主會 有多少人來信主嗎 你五年前你就說預言嗎 你可以這樣嗎 沒辦法 所以事後諸葛 既然知道 神不知道要 我們不知道神要檢選誰 所以我們就怎麼樣 要去傳啊 聖經說 凡預定得救都信耶穌了 羅馬書十章說 若沒有傳 如何聽呢 若沒有聽 如何信呢 所以 傳福音 這個 傳喜信的人 他的教宗是何等的加美 所以主耶穌也要我們去傳福音 去讓萬人 來受喜 來得救 馬太福音二十八章 主耶穌生天前 就交代門徒 要傳福音 給萬民 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所以我們真耶穌教會 就是要傳 不管得死 不得死 都要傳 所以這個聽道理 不能只聽一半 既然我們知道神 有檢選他的人 我們就要什麼樣 要努力去傳 讓神 預定檢選的人 都因為我們所傳的福音 來得救 聖經還有其他人 像摩西 參孫 施洗約翰 那我們會說 傳道你剛剛講的 都是從小就信主的人 那萬一有的人是中年 或者是老年才來信主 像前不久有 有 一百零多歲 才來受洗的 那難道他在 還沒有出生之前 神就一定要檢選了嗎 我們現在參考一個人物 叫做保羅 我們來看一下加拉太書第一章 加拉太書第一章的十五節 一章十五節 然而那把我從母父裡分別出來 又施恩招我的神 既然樂意將他兒子 啟示在我心裡 叫我把他傳在外邦人中 我就沒有與俗血氣的人商量 保羅他是大概三十歲左右 才被主用榮光照射 然後他醒悟了 他就被主選召 成為外邦人的使徒 在保羅三十歲以前 他是逼迫信耶穌的 因為他是那時候還不認識耶穌 他錯把耶穌當成是悖逆神的人 所以他奉命去抓拿基督徒下監牢 可是就在時候滿足 神就用榮光照他 讓他醒悟 原來我所逼迫的耶穌 竟然才是救主啊 所以他那時候醒悟了 就甘願的為主來效勞 所以他的後半輩子 可以說是 走遍了好幾個地方 四次往國外傳福音 受盡千辛萬苦 所以保羅在解釋這一段 他說我的道理啊 不是別人教我的 我直接從主耶穌 指示給我的 所以他用來責備 或者是說提醒加拉太的教會 加拉太教會 他們信主不久以後 就受到異端影響 被更改的福音影響 所以保羅說我保羅 我所領受的是 從基督來的 而且呢 我在母親肚子裡 神就分別我為聖 不是我在三十歲的時候 神突然拣選我 神的拣選早就預定好了 只不過時候還沒到 到了三十歲左右 才拣選我 這個是保羅的例子 所以在座我們如果是 從小信主的 或者是年輕人來信主的 或者是中年來受洗的 甚至是一百歲才來受洗的 我們都跟保羅一樣 我們也跟眾使徒一樣 這些聖徒一樣 我們早就 神預定要拣選我們 既然知道這樣 我們應該要珍惜我們這個身份 為什麼神拣選我們 不拣選其他人 難道你不會覺得很奇妙嗎 你不會覺得這樣特別感恩嗎 就像保羅他 限縮他的焦點 我們常常說 神愛我們 那如果保羅說 神愛我 神愛我 耶穌愛我 為我捨己 他把焦點放到自己的身上 如果說神愛我們 那我們可能分享百分之一的 神的愛 我們的感謝不會那麼大 我們如果說神愛我 為我捨己 我享受百分之百神的愛 你的感恩會多大多多啊 應該要像保羅這樣 我們要像古聖徒一樣 不管你是什麼年紀來受洗的 神早就預定拣選了 我們是幸福的那一群 我們應該要在我們有生之年 要好好珍惜的這個身份 不要再去沾染污衛 保守自己要立志為助所用 神在我們身上 都有他要做的工 哪怕你是一個 這個 垂垂牢羽的一個老人家 你還是有所作用 老人家也可以為教會禱告 也可以關心教會 也可以有好的榜樣 所以不在乎年紀 哪在乎有沒有榜樣 年輕人也一樣 保羅說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輕 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 都做眾信徒的榜樣 所以年齡不是問題 問題是有沒有榜樣 我們應該要珍惜這樣的身份 因為我們是在母戶裡 神就拣選了 感謝主我們再來唱詩